子晴要是真敢拿走那份彩头 接下来的几日 他必定要开始收拾它了 毕市马上就要开始了 按照范娜、顺姬、雪原朝夕、楚飞燕 子晴浸飞这个顺序 每人弹奏一曲 得评委的笑脸哭脸 绝诸出最多笑脸者为盈 若最高笑脸数相同 则加赛一场 范娜、顺姬两人 可谓是拼尽了权力 听得众人如痴如醉 可惜却都只得了三位裁判一个笑脸 第三位上场的便是轩辕朝夕 他端坐琴台 双手轻轻落在琴弦上 原本还担心会不会冒犯了沁妃娘娘 然而沁妃娘娘刚刚那一番话 对韩子晴的盛赞 让他完全放心了 如果他一定要拼尽权力 赢了韩子晴 让哥哥后悔 坑的一声 轩辕朝夕起奏 第一声便充满了浑厚的力量 一下子便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就连三位评委都认真了起来 却随即 蒸蒸然 坑坑然 琴音既浑厚又沉重 却十分急促 急促的 硬生生从沉重里 探出了慷慨激昂之事 在场众人的心都跟着琴声而跃 于不知不觉中飙到了高山之巅 唯有此情一人 心如止水 比起当初他在无颜深渐的悬崖上 听过的那一首战起 轩辕朝夕这一首简直就是垃圾 亲兄妹二人 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呀 楚飞燕也不自觉听得出了神 只有琴声停止之后 才恍然大惊 发现自己除了韩子清 还多了一个同样强劲的对手 琴声指 轩辕朝夕唇勾起满意的糊涂 起身同众人欠身行礼 这时候 全场才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琴飞呀 我南朝无音哪 南朝往上禁不住感慨 比起轩辕朝夕 南朝真的没有什么琴声 撑得上音乐了呀 是啊 琴飞淡淡笑道 撇了退场的轩辕朝夕一眼 谋中分明是恨意 轩辕朝夕奏罢 楚飞燕该上场了 楚飞燕的坐姿 比轩辕朝夕可专业多了 腰杆直挺 同琴台保持一定的距离 双臂抬起 和琴面呈三十度角 先先束手 轻轻落在琴弦上 他低着头 娇容惊脸 双眸闭着 似乎在感受着琴弦 灵魂在同琴弦交流着什么 并不急于弹奏 有了轩辕朝夕 那么震撼人心的表演后 此时众人对楚飞燕如此酝酿 并没有多大反感 反而是耐性十足 紧张地等待 突然 楚飞燕睁开了眼睛 一时间众人的心 都缩紧了好大一下 要开始了吗 然而楚飞燕却还不开始 偏着头 在众目睽睽之下 也不慌张 若有所思 轻轻抚摸着琴弦 西楚的粗之大业 也敢装中原女子的温柔 恶心死了 轩辕朝夕忍不住咒骂 对楚飞燕的表现 十分反感 而他身边的耶律千千 听了 立马附和 就是就是 我看 他是谈不出来吧 卖弄风骚 酝酿这么久 我倒要听听 他能弹奏出什么神区来 轩辕朝夕又冷横 放心吧 他铁定弹奏不出来什么的 耶律千千立马回答 就算他弹奏出来什么 也赢不了 轩辕朝夕继续道 耶律千千猛的点头 那是必定的 你放心吧 赢的人铁定是韩子晴 那是没有意 轩辕朝夕画到一半 这才恍然大悟 猛地转过头去 见是耶律千千 耶律千千 明眼一笑 灿烂可爱 哼 谁赢 还不一定呢 走着瞧 轩辕朝夕冷横 转头继续朝楚飞燕看去 而此时 楚飞燕终于开始抚琴了 不似轩辕朝夕 那么沉着有力的一钩 而是左右两手 一千以后 相差不过虚欲 从头往下 拂过所有的琴弦 这力道这时间 拿捏得非常之好 就如同两道流水 一千以后 缓缓流淌一样 宽快而清脆 而随即 他食指便开始在琴弦上 如此来回抚奏 竟是食指连弹 不仅仅音律十分精准 而且执法十分到位 曲子不似轩辕朝夕 那么低沉悲壮 又慷慨激扬 却另有一种不知名的力量 听得在场众人 如同置身在高山流水之间 心情不由地跟着曲子 畅快了起来 子清微微点头 楚飞燕确实练习过 而且专门练习过执法 否则 以他当初在文选上的水平 短然是弹奏不出 这样的曲子的 不过 进步虽然是进步了 这秦升在子清看来 却还是不够流畅细腻 当然 子清的水平毕竟不一样啊 别说是难照之人了 就是轩辕朝夕 都禁不住心惊 没有料到 楚飞燕能弹奏出 如此细腻的曲子 他看了看众人 只见众人早就被勾了神魂 完全沉浸在秦音营造出的 高深深剑流水欢畅的幻境中 尤其配上周遭河流密林的环境 这种感觉更是真实 他又朝沁妃娘娘和南赵王看去 只见南赵王早已如痴如醉 神态醉然 而沁妃娘娘的眉头紧锁 异常认真地听着 再看三个评委 一个个都侧头侧耳而听 生怕漏掉一拍半拍 轩辕朝夕禁不住回头 朝一旁的耶律千千看去 却见方才同他一样 不屑一顾的耶律千千 也着了迷 他不死心 在看韩子晴 他看不到韩子晴的表情 只能见他低着头 似乎也听得认真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是他心中十分清楚 他输了 他连楚飞燕都比不过 而此时 楚飞燕一将众人的反应 都收在眼中 纯盼得意之笑 藏都藏不住 震惊吧 不可思议吧 着迷吧 好戏还在后头呢 这一曲 可是他准备了 很久很久的曲子 反反练习不下百遍 打从输给韩子晴开始 就一直准备到现在的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同韩子晴再比试一回 如今机会来了 信非的盛赞 南兆众人的惊诧 韩子晴借的 不过就是轩缘离歌的名号 除此之外 他还能有什么呢 这一回 他要彻底打败他 要在各个使者面前 要在南兆众人面前 为他自己 为他吸除 争一口气 见韩子晴低着头的模样 除非眼眸中 扬起一抹高傲 骤然停下一首流窜的五指 这五指随即急速而弹 脱皮勾涕 抹条轮摇 各种之法轮番演绎 而另一首五指 依旧是流窜而浮 两首竟同时弹奏出两曲 而最觉得是 这两曲非但没有违和感 反而是相得一张 如同二重奏一样 配合得天衣无缝 天哪 这水瓶 哦 这个技法呀 这 这 这音律 三个评委接连惊叹 听到这里 看到这里 都不用再听下去 齐齐翻出笑脸 三个笑脸 无人可以超过 顶多就是持平了 而在场众人无人不惊 无人不正 男赵王都禁不住 轻身而前 看着楚飞燕的脸 某种隐隐透出了 欣赏 爱慕之情 子晴也惊叉着 这女人进步的 的确有些出人意料 进步是好事啊 她唇盘勾起 一抹满意的笑意 气定神贤喝了一口茶后 才朝沁妃娘娘看去 只见 沁妃娘娘的花容失色 面如土色 哪里还顾得上厅 正盯着男赵王看呢 子晴想 这一局 她又料中了 赌赢了 坑 亲生指 楚飞燕悠悠收手 在全场寂静中 缓缓站起来 微微欠身 好一个谦虚 飞燕先瞅了 让大家笑话了 然而 没有人回应 楚飞燕难也得意 大步走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是谁 大喊了一个好字 一时间 掌声如雷 持续不断 楚飞燕第一个 就是朝子晴看来 挑衅十足 子晴静默迎上她的挑衅 难得心情好 回了一个微笑给她 无奈 这一个微笑 立马将楚飞燕 所有的得意破坏掉 她顿时生恨 韩子晴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你赢得了我吗 掌声持续不断 直到子晴走上台 坐下了 掌声还在继续 子晴无奈而笑 缓缓低下了头 竟是冷不防双手 重重按在琴弦上 顿时哼得一声刺耳大响 这个时候 众人才安静下来 不少人立马就诧异了 怎么会这样 韩子晴 不会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吧 落手不是这么个落法呀 这样可是非常伤手 伤琴的做法 韩子晴双手垂落在琴弦上 低着头 唇盼浅笑微勾 并不将全场的诧异 放在眼中 然而 即便所有人都诧异于 她这一个非常外行的动作 却还是有不少人拭目以待 毕竟 能得轩缘黎歌赠琴 而且赠送的 还是非常有名的摩琴吴征 这个女人的琴异 必定有出奇之处 说不定 这个动作正是她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呢 除非燕目不转睛 盯着子晴的手指看 好不容易才从方才的激动中 平复过来的心 不自觉又开始跃动 韩子晴 这是要玩什么把戏呢 难道这一回 又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表现 四季次 楚飞燕便更加紧张 不得不承认 这个女人总会在关键的时刻 给人带来惊喜 哪怕楚飞燕再有把握 也不得不揪着一颗心等啊 轩缘朝夕冷眼瞧着 视线同样是落在子晴仙仙素手上 他就纳闷了 这个女人的执法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能让哥哥那么看重呢 方才那一下 甚至连个门外汉都不如 难不成 她真的有奇才 亲妃娘娘更是盯着不放 楚飞燕已经得到三个笑脸了 如果韩子晴再使出什么令人惊奇的能耐来 她这最后一位 还有弹奏的意义吗 司徒 韩子晴很厉害的吧 叶吕千千忍不住低声 她自小就讨厌 什么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 仅易于她来说 纯粹就是听着玩的 在她看来 子晴方才那第一声就很厉害了 比楚飞燕和轩缘朝夕方才的第一声 都要厉害 一下子就把所有人都挣住了 都不给楚飞燕鼓掌了呢 司徒好男嘴角抽搐着 不经一朝沁妃娘娘和南兆王看去 顿时背脊大梁 连连点头 是啊是啊 很厉害呢 叶吕千千立马更加期待了 双手合十握在胸前 双眸发光盯着子晴看 司徒 你说她会不会像楚飞燕那样 同时弹奏两首曲子 不会 司徒好男很肯定的回答 她不懂吗 叶吕千千连忙问道 懂 她怎么可能不懂 她有更好的谈法呢 司徒好男表情都僵硬了 禁不住转头 朝此时也正紧张等待的楚飞燕看去 脑海里 立马浮现出 子晴之前说的话 她要因这个女人 一辈子 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这句话 并不是说 韩子晴有那么多闲功夫 要一辈子因楚飞燕 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是 韩子晴要把楚飞燕的一辈子 给阴了 司机此 司徒好男不由道西口凉气 幸好 幸好她之前 没有把韩子晴给惹毛了 否则 后果真真是不堪设想 那她怎么还不谈呀 严律谦谦又问 性子焦急 总是再有期待 也等不及呀 人家楚飞燕 还有酝酿的动作和表情呢 子晴就什么都没有 低着头 双手一动不动 其实 子晴也在想 在想到底要怎么谈 谈烂掉的问题 这个问题 还真把她这位高手给拦住了 突然 她灵机一动 猛地抬起左手 这下子 所有人的视线 立马追随而来 随着她抬起了 左手抬起 又随之缓缓落下 落在琴弦上 见了这个动作 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 不错不错 这才是标准的动作 这时候 子晴终于抬起头来 冲众人微微一笑 右手缓缓弹奏起来 轻轻一勾一拖一挑 琴音便留意出来 顿时 所有人都摒弃凝神地听了起来 其实 这场比试最大的看点 就是这个女人不是吗 轩缓公子 游历龙渊大陆各地 以琴会友 见识的琴师诸多 却将吴征赠给韩子晴 这足以说明 韩子晴是龙渊大陆 目前仅仅次于轩缓离歌的琴师啊 无幸亲耳听到轩缓公子的琴声 今日得以一睹韩子晴的风采 那也算是三生有幸了吧 如何能不期待 可是 这流畅悠扬的琴声听着听着 怎么就还没发现什么特殊之处呢 这应该是前奏吧 再等等看 说不定经验 马上就要出现了 可是众人一等再等 楚飞燕紧张了又紧张 牙关都紧紧咬住了 韩子晴弹奏的曲子 却还是一层不变的只有曲调 没有感情 没有灵魂 平淡无奇 普普通通 稍稍懂音律的人都听得出来 曲子已经到了高潮部分 可是 就算是高潮 却还是略微显得平淡了一点 似乎不是曲子的问题 而是抚琴者的问题 他并没有把高潮弹奏出来 怎么会这样 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纷纷惊诧起来 不可能吧 就这样的水平 别说是夺冠了 若是真让韩子晴去参加初赛 估计他也晋级不了啊 这就是轩缘黎歌看中的人 这就是吴征的主人吗 也太让人失望了 渐渐的议论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南兆王一脸失望 正端起茶喝 都不耐烦听下去了 如果可以 他必定马上喊停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药组长竟然猛得高举哭脸 坑的一声 琴声戛然而止 裁判的这个动作 无疑是喊停 裁判有这个权力的 南兆王脸上不耐烦的表情 终于有了收敛 他看了沁妃一眼 眉头紧锁着摇头 沁妃心下 对韩子晴的表现 只有四个字来形容 非常满意 子晴唇叛勾起了一抹 同样非常满意的微笑 这才抬起头来 直视楚飞燕 突然双手高高抬起 众人早都不以为然了 楚飞燕好不容易放下的心 立马又提起 这个女人还想做什么 还有什么花招吗 子晴见她脸色铁青 唇叛忍不住微勾 她没有想做什么 她只是想起身罢了 这个时候 其他两名裁判 也终于给了评判 都是毫不留情的哭脸 三个哭脸 无疑宣布了 韩子晴垫底的名次 轩辕朝夕一脸不悦 她就知道 这个女人出了勾男人的本事外 根本没有什么真材实料 她哥哥的名气 可是白白被她作践了呀 然而 她并不知道她的哥哥 此时正远远地看着子晴 唇叛杨起的宠溺 浓得话都划不开 而直到这个时候 楚飞燕才真真正正 松了一口气 小脸上渐渐露出欣喜的笑容 她赢了 她赢定了呀 这个时候 该是沁妃娘娘上场了 这里毕竟是南兆 沁妃毕竟是女主子 当她扭动着妖娆的腰身 缓缓站起来的时候 一时间所有人 便都自觉地安静了 子晴庸懒懒靠在椅背上 双臂还胸 闲视欣赏 沁妃娘娘的情意如何 还是令人好奇的 毕竟 她明明知道三族裁判 不会手下留情 也明知道 参赛的高手不少 却还是报名了 对了 对了